最近西洋天气比较寒凉 实在不知道吃点啥的时候就选烤肉 这家叫刘探长 牛烧大块烤肉 挺火的啊 咱们来看一看 他们家点菜特别自由 盘子五颜六色的 分别代表不同的价位 最便宜的三块九 最贵的也就十九块九 价位还不太贵 正好可以多整几样 看这些啊 黄盘的十九块九是最贵的 绿盘的十六块九 全都是自己点餐自己拿 蓝盘的十三块九 粉盘的六块九 所有的烤肉 蔬菜 凉菜 都摆出来了 菜量大小和品质 看得一目了然 橙色盘的地瓜片 是最便宜的三块九 还有调料区 干料湿料一应俱全 咱们也整一份 这是捉捉必点的烤玉米顶 用鸡蛋搅拌后 摊在锅边上 味道特别棒 咱们先煎个蓝色盘子上脑 更加是半自动的烧烤模式 不需要你亲自动手去烧烤 全程都是由店员帮你服务 不用自己忙得手毛脚乱 还得不时的喊服务员换臂子 这家挺好啊 服务员全程帮着料理 还节约了很多时间 烤好了 还按照顾客的需求 剪成一个个小块 或者放在锅边上 或者剪到盘子里 真正实现了懒人吃法呀 我可以一起烤啊 好的 那你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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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家的肉挺嫩的 而且食材也新鲜 再蘸点小料 味道嘎嘎香 再烤一盘牛肋条 这次点的样特别多 一道一道的上 烤得滋滋冒油的牛肋条 蘸点干调料 大冷天的来上一口 真是幸福无比呀 咱们这回包个梳子叶 再蘸点涮瓣 就是烤肉味 真是鲜香无比呀 烤口馍一定要喝掉中间的蘑菇水 这是最鲜美的地方 再吃掉蘑菇肉 蘸点烧烤料 甭提多鲜了 烤肉的必点配菜 他家来店一定要点的招牌烤玉米饼 因为加了蛋液 特别的滑嫩 口感微甜 总之这口味实在是爱了 再烤上一盘肥瘦相间的肥牛肉 已经烤出肥油的肉 特别的焦香 真是越吃越上瘾呢 又加了一盘烤鱿鱼爪 看着鱿鱼爪在锅中被煎得自然舒展 滋滋冒油 让人的小胃口蠢蠢欲动啊 食材新鲜 再蘸点湿料 口感有韧劲 越焦越香 肥瘦相间的猪五花整得辣下 再来一盘 肉香扑鼻 看着就很馋人 烤得焦香的猪五花一点也不油腻 再烤一盘滋相似义的牛板筋 筋的一点也不累牙 整上满满一盘 比街边的烤串可吃得过瘾多了 最后整成一碗冰爽酸甜的大冷面来溜肉饭 这一顿烤肉堪称完美 包括冷面 拌菜 一共点了11样 花了156 喜欢吃烤肉的朋友可以来尝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